2500-4000的预算到底有什么笔电推荐 能不能够找到一款性能比较强 耐用性比较高的笔电 重点是性价比较够高 面对海浪的选择呢 你一定会感到迷茫 所以今天我将会推荐几款2500-4000的笔电 让你少走弯路 你好我是明 今天我们将会看一些高性能的笔电 所以高性能的笔电呢 主要就是搭载高性能的处理器 通常呢处理器的名字都会标记着Hatch Hatch呢就代表着High Performance的意思 为什么要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呢 因为高性能的处理器呢 能够应付更多的使用场景 例如你需要开启大量的软件和网页 需要编写代码 视频剪辑和照片处理 这些比较重度的工作呢 使用比较强的处理器 带来的体验呢就会比较流畅 当然虽然应付这些工作呢 高性能的处理器也代表着 电脑会拥有更长的寿命 会更加耐用 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笔电类型呢 是具备高性能处理器 但是不代表它是搭载性能比较强的独立显卡 所以它并不是全能笔电 也不是电竞笔电 我称它为高性能办公笔电 我们来看的总共是有7款笔电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会告诉你到底要如何选择这些笔电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款笔电 Honor MagicBook 16 Honor MagicBook 16呢 它是搭载的Ryzen 5 5600H的处理器 具备16GB RAM配备了16.1寸的 144Hz高色域屏幕 虽然呢 它的电池容量只有56Wh 相比同等级的笔电呢 不低 但是并不是最异常的表现 再来呢 它是没有难配的 对于三颗系的学生来说呢 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此外呢 它的Ryzen 5也不值直升级 但是16GB RAM也值过应付大部分的工作 所以Honor MagicBook 16的优点呢 就是拥有144Hz的高锁清率 还有屏幕拥有TOV来源低亮光认证 就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 此外它还可以使用Type-C接口进行充电 充电器呢 还可以用来为其他的设备供电 像是手机和平板 如果拥有Honor的全家桶呢 就可以享用更好的生态互动连接 像是手机呢 可以投屏到电脑上 还有支持一碰床的功能 这些生态功能呢 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工作效率 Honor MagicBook 16的售价呢 是在4299啊 不过它现在的价格呢 只需要2999 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2999 下一款呢就是Asus MacBook 15X 这款笔电呢 搭载了Ryzen 5 5600Hz的处理器 萤幕呢是15.6吋 2.8K的OLED屏幕 配备120Hz的刷新率 优点呢就是OLED屏幕 有更高的亮度和更好的色彩 对于专业的调色需求呢 这款屏幕就会比较适合 在电池的部分呢 提供了70Wh的电池动量 RAM的部分呢 已经内置了一个8GB RAM 不过呢也是有多一个LAM stock 可以直接升级 它的售价呢是在3299 现在优惠价3000 出头就可以入手了 下一款呢就是 AXUS MacBook 16X 那么它同样也是搭载 Ryzen 5 5600Hz的处理器 不过呢在屏幕的部分呢 是16吋的IPS LCD屏幕 它就少了高缩心和高色域 所以对调色需求来说呢 就不适合 但16层办公使用 它还是很不错的 它键盘呢是有Numpad的 它其中一个优点呢 就是有10率比10的屏幕比例 这样子呢就能够展示更多的纵向内容 提供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 再来RAM的话呢 也是有8GB RAM 提供一个8GB RAM on board 和一个RAM stock 可以用来升级 不过在电池续航的部分呢 它就只有50Wh电池动量 续航表现呢就比较一般 它的售价呢是在3299 不过游会价呢只需要2400多 虽然没有高色域屏幕 但是对于日常办公使用来说呢 它是一款非常值得入手的笔电 下一款呢是AXS Spellable S14 OID 大载的i5-EO500H处理器 那么这款处理器呢 虽然和Ryzen 5 5600H是同等级 但是它的性能会更强 它是一款大载14寸2.8K OID屏幕的笔电 它的优点呢是在有90Hz的刷新率 OID屏幕呢也是有不错的设意 是非常适合调色使用的 它还有16比10的屏幕比例 更方便办公使用 电池能量呢给了70W hour算是不错 在接口的部分呢也也是搭载Intel的锤器 所以具备了两个支持单No.4的Type-C接口 除了可以传输数据呢 还可以用来外接屏幕和充电 它的售价呢是在4299 优惠价呢不到4000也能够找到 在特别活动的情况下呢甚至不超过3500 所以呢只要活动力度够大还是值得入手的 下一款呢是华为MacBook D16 它搭载的是i5-12450H处理器 先说它的缺点啊 缺点呢就是它的i5呢是阉割版的 性能呢会比i5-12500H呢还要弱一些 但是呢这个性能差别对于日常办公使用来说呢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 只要注意的就是呢它的核显示Intel USD Graphic 并不是Intel Iris Xe Graphic 因此呢在一些要求高画质的场景下呢 可能表现就会差一些 MacBook D16呢在屏幕的部分是不错的 配备了一块16寸的IPS LCD 屏幕呢是有支持100%的sRGB色域 适合专业的用途 但是呢和ORID相比啊还是稍有欠缺 它也是16比10的屏幕比例 有更宽阔的视野 可以有更多的内容被展示出来 它键盘呢是有NumPad的会方便很多 电池容量的部分呢是60Wh 学位中等水平吧 它还配备一枚AI 1080p摄像头 有支持很多使用的功能 比如Follow Cam Virtual Background和Eye Contact 这些功能呢对于经常使用视频通话的用户呢非常有用 此外呢MacBook D16呢还具备华为的生态权功能 如果你同时使用其他的华为设备呢 特别是手机 它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连接和互动选项 这样子呢就可以大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在RAM的方面呢 MacBook D16呢提供了8GB RAM和16GB RAM的选项 但是呢都不值值升级啊 16GB RAM的版本呢售价是在3999 而8GB RAM的版本呢是在3699 从性价比方面来看呢 这款笔电并没有很划算 不过如果你是华为的粉丝 并且有使用华为其他的设备呢 那么MacBook D16仍然是一款值得考虑的办公笔电 接下来呢是AZER SWIFE 3 它搭载的是i5E300H 虽然呢性能表现呢不如其他的同等级处理机 因为它只是一款被超频的低功耗处理机 但是我觉得用来应付日常使用 或者一些稍微重度的办公需求呢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它的屏幕呢是搭载了16.1寸的IPS Full HD 用100%的SRGB色域 虽然它的屏幕比例呢是普通的16比9 但是它的键盘呢是有难配的 对三颗系的学生呢绝对非常友好 电池的部分呢是56Wh还算可以 再RAM的部分呢是8GB的onboard不能够升级 此外呢AZER SWIFE 3呢是有一个Type-C接口 是支持Tunderbolt 4的 可以外接屏幕和进行充电 还有呢这款笔电是16寸尺寸的笔电里 比较薄的了 厚度近15.9mm和1.7kg的重量 这一款呢少不了我们的Lenova品牌 Lenova Yoga Slim 7 Pro 它一共是有两个版本 Intel的是i5-1320H 配备8GB RAM 而AMD版本呢是Ryzen 7 5800H 配备的是16GB RAM 它搭载了14寸的2.8K OID屏幕 支持100% DCI-P3光色域 还有90Hz刷新率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屏幕来的 不论是用来专业用途还是娱乐 都能够呈现丰富的色彩 再来呢它也是一款16比10的屏幕比例 这一点呢对于小尺寸的笔电来说呢 效果会更加明显啊 在电池的部分呢是61Wh 这个容量对于14寸的笔电来说呢 还是很有诚意的 在接口方面呢有两个Type-C接口 就算是AMD版本呢 也是有支持Display Port 1.4和PT Charging 只是呢传实速度呢 就不如Intel版本的Tunderbolt 4写一 而且呢在厚度和重量啊 它也拿捏到很好 厚度近于14.6mm和重量是1.3kg左右 酒店呢是存得上轻薄笔电的 在第二个方面呢 AMD版本呢是3699 而Intia版本呢是3499 个人呢会比较推荐选择AMD的版本呢 毕竟技能更强 而且16gb也会更加好用 以上呢有高达7款笔电可以选择 到底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笔电呢 首先我认为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笔电的尺寸 是要16寸还是比较便携的14寸 再来呢我们就需要看预算 如果你是3000以内的预算呢 16寸的笔电你就可以选择 Honor MediBook 16 Asus Swift 3 如果预算比较低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Asus RealBook 16X 如果对屏幕有要求 想让度更好 颜色更精准的屏幕呢 就可以选择具备OLED屏幕的笔电 如果你是Huawei或者Honor的用户呢 就可以优先选择他们自己家的笔电 因为可以有生态系统 这里给你们个小提示啊 无论产品的优点有多么厉害呢 某种应该看看缺点 就能够接受产品的缺点呢 才是适合你的产品 希望这期影片呢会订阅帮助 有任何的Event都可以留言在影片的底下 也可以私信我的IG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关注我的客气内容 这个时候的IG可以去关注哦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